如果你发现无论你采取怎样的攻击方式都会被敌人一击必杀的话你还敢不敢上 而左左目小次郎则选择直接坐在地上 就在刚刚他在脑海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歪歪 可面对波赛东这众神之神 无论他怎么做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席内 可即便如此这女武神幻化的武器已经拿在了手中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要不上这老脸还要不要了 可就在这时波赛东去率先发起了进攻 面对如此密集的平A 左左目凭借被揍多年的经验竟全部躲过 而就在刚刚波赛东全部的动作全在他的脑海中模拟完成 而他的这一招前手无双似乎激怒了海神波赛东 你区区一楼移竟敢在场上与我比肩 我看你如何预测我的下一次攻击 说完他手指长级直接冲了上去 而此刻左左目却愣在当场 因为他发现这一集他根本无法预测 而波赛东的这一举动就是想要告诉他 你在我眼里如同蝼蚁一般 神的力量你根本无法触及 面对这种情况 左左目净发现自己毫无办法 而更糟糕的是波赛东的攻击并未结束 这漫天的平A如雨点般打向左左目 也就在这一刻他才发现 神的力量如同大海一般深不见底 而多年失败的经历并没有让他轻易的放弃 就在最后一刻他终于抓住了机会发起了反击 一招眼流虎切直接向波赛东的脑袋砍去 可他还是太天真了 因为波赛东不但躲过了他的攻击 而且还将女武神混化的武士刀直接斩断 这无疑对左左目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难道人类阵营又要输了吗 而偷偷躲起来修炼了几百年的左左目 还能否逆风翻盘 你绝对想不到原来人类真的可以视神 就在刚刚波赛东将左左目手中的武士刀斩断之时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场人类又输了 可谁能想到 在最后时刻断刃直接混化成了双刀 随着一刀绿光的闪过 双刀流左左目正式上线 没错 这正是女武神赫尔瑞斯特的独有特性 随着女武神的一声大吼 左左目与波赛东的平A大战再次开启 面对波赛东的漫天机营 左左目竟丝毫不拘 在这几百年中 他挤所有的剑客绝招于一体 绝对的攻守兼备 此刻的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而让人惊讶的是 波赛东真的受伤了 这一幕彻底点燃了人类的希望 或许竞技场上的这个男人 真的可以鼻尖神明 成功是神 面对蝼蚁般的人类 波赛东终于愤怒了起来 只见他肌肉暴涨数倍 直接冲了上去 一记四十四夜大洪水 直接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碾压 左左目 没错 这就是神的力量 而左左目的凡人之躯 似乎已经到达了极限 面对波赛东密集的攻击 那感觉如同被大海所吞噬 而那颗坚毅的心 也开始产生了动摇 似乎这几百年 什么都没有变 我又要认输了吗 就在这时 场上的呐喊声顿时四起 一瞬间便让左左目清醒了过来 那感觉如同几十个大汉 在为他做人工呼吸一般 也就在这一刻 他似乎真的触碰到了神的高度 只在瞬间便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此刻的波赛东就算放个屁 也绝对逃不过左左目的耳朵 而一记万首无双 直接将波赛东打落神坛 而这一幕发生的太过突然 时间似乎被静止了一样 就连场上的观众都忘记了呼吸 波赛东骄傲了一生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被人类切成了一盘死身 可即便如此 他连死前都瞧不起眼前这个人类 没错 哥就是那么骄傲 与其说人类战胜了神明 倒不如说谦卑战胜了傲慢 而波赛东正是输在了这一点上 人类终于取得了第三场战斗的胜利 而左左目的成功式神 也给众神敲响了警钟 就在众人还在欢呼之时 只有女武神神色凝重 因为他知道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而下一场邪恶与正义的较量 即将上演